大家好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站 我是主持人夏琳 8月6号台北市长柯文哲 举办了台湾民众党的成立大会 这对于2020台湾总统与立委选战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邀请到本台记者徐子伟 来为观众解析 子伟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你好 柯文哲想要阻挡的传闻 其实在很久之前就有一直在外面传说了 那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事实上呢在这个 相信就刚好是一年之前 2018年的8月 桃源市议员也就是绿党的黄浩宇 就曾经爆料就是说柯文哲想要组党 是 那当时呢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还曾经说就是说为什么他要组党 他从来都没听说过 都是报纸上看来的 他是否认的吗 对他是否认的 那2019年1月呢台北市的市议员呢 一个我们这个很非常知名 这个柯黑 民进党的王世坚议员呢 就曾经呢也是说过说这个 柯文哲呢就是他是个 他就骂他说他是诈骗集团 那诈骗集团最后一定要组成政党 那一定要这个一定会组成政党 然后大家一起来骗人 所以我们为观众找到了这一段影片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其实我半年前就断言柯文哲必定主党 道理很简单 因为在我眼中 柯文哲就是个骗子 骗子生涯的终极目标 就是组成诈骗集团 这五年来柯文哲一路骗 那么他现在要组成诈骗集团 一起骗 一直骗 独骗骗不如众骗骗 这就是柯文哲阻挡的心态 看完这段影片我们真的觉得 王世坚真的是魏谱先知 所以柯文哲为什么要选在8月6号这一天 取名台湾民众党 这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吗 其实这有两个意涵 第一个事情是8月6号呢 刚好就是柯文哲自己的生日 所以那大家一直在讲说 柯文哲其实有自己有很多自恋人格 要祝他生日快乐 对 祝他生日快乐 那第二件事情是这个 刚好呢台湾民众党呢 刚好就是台湾的这个革命的先列 就是讲喂水的生日 所以说呢 他刚好取在这一天 创台湾民众党 那又是这个 讲这所谓的讲喂水的精神 那我想他就是要取这个 历史的这个名称 然后刚好讲喂水呢 跟柯文哲都是医生 那所以说这个 用这样的多重意涵呢 然后来帮自己的政党赋予 这样子的意义 是 那这一天真的是 对他来讲算是 蛮多意义在里面的 那对于明年 他现在要组政党了嘛 那他会不会参选这个总统 那有没有可能正副总统是郭柯佩 或者是反过来 那如今看起来是 哪一个来去做辅佐的工作 会比较有可能 其实当柯文哲他要组党的当下 还有他后面这个 透露出的专访来看呢 柯文哲一旦决定他要组党了 就代表说他本人应该是不会出来参选的 那同时呢代表说他可能应该也不会当副手了 因为台北市长跟副总统比起来很明显的事情是 台北市长应该是更有影响力的 所以他会选择要组党原因就是因为 他经过评估之后发现就是 他的支持率其实有个天花板 在目前2020年的选战里面 大概就20% 那这20%在所谓的三喀都 也就是三角选战里面呢 是不足以胜出的 所以说呢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那他之前也有一些失败经验 像是例如说他之前在派自己这个观光局长 这个陈思雨去担任这个立委的补选 那以惨败作收 那当时呢是用这个基本盘非常稳固的这个 民进党的立委呢 还是这个选上了这个补选的位置 那同样的在台南补选呢 白色力量也曾经派了自己的人去支持 那也一样是这个失败落场 所以说呢他体会到就是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事情是 他一旦阻挡了他自己出来选总统 之所以比较不开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呢 他体验到就是 选总统还是需要这个政党的这个 地面这样组织的力量的 那从前面的这个选战失败经验 他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那另外是说 一旦他有组了政党呢 代表说他自己也不是所谓的白色的 他自己有所谓的政党色彩 所以他上市了这样子所谓的 无党无派的这样子的道德制高点 所以他现在要开始帮自己打地基 那开始要就是左轰右批 那开始都骂 那必须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基本盘 所以说我想这个 他总统是不会出来选战 那我想接下来是要观察指标是 他接下来会怎么样和郭台铭 以及王金平做怎么样的互动 就是他们怎么样要做怎样子相关的这个资源 所以你刚刚说他现在在打地基的意思是 他也许在下一次 2024的时候 可能会出来选吗 对我想他这次主政党员就是要等了2024 所以他其实不是为了明年 他是为了五年后再做准备 是因为他就刚刚前面提到的 2020他看到自己觉得应该自己选不太上 所以说他这一次呢 他比较希望能够拿到影响力的事情 他既然有20%的支持率 那20%支持率要怎么样可以拿来利用呢 那就是透过这个选上国会议员的席次 来维持自己的声势 那他如果说他不在这个时候阻挡的话呢 他2022年就会 台北市长就会卸任 那到时候呢 就会跟现在朱立伦的情况有点类似 就是一旦你没有公职呢 你就没有政治的曝光度 那他必须要靠这个相关的政党 来维持自己的声势 那他现在组了这个台湾民众党 民众党嘛 那他对于明年他不选总统了 那立委的选战他会有什么影响吗 最后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是 如果说通常主政党的话 代表说他们一定会想要这个 列入这个政党票的部分屁民单 那首次就是 没有这个没有获得 之前没有参加过选举 然后而且你没有拿到3.5%选票的这个政党呢 代表说你一定要强制提名 十区的分区立委 那当然我们现在不太知道这个 柯文哲他的这个主党的人 他们邀请的这个 各个包含他的部分区立委 有没有谁加入 谁加入然后他要在哪区 他要在哪区开入选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就是 全台湾有70几个区 将近80个区的分区立委 那他要在里面要派10个 10区要参选立委 那这个刚刚前面提到 台湾的选区是 只有在那区里面最高票的人 才能够当选 所以说意思就是说 通常在很多时候 他们的候选人会在那边 会去当炮灰 那他们主要要抢的 应该是所谓的这个 不分区名单 他能够突破5% 才能够分到这个 两席到三席的这个集次 那所以说 这个 但是一旦这个 他们在时区去选呢 他们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他们是在哪区会选 那一旦他在哪区选 他们就会可能会分票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说 他会分到到底是谁的票 那一旦分了票之后 那就会对于这个 每一个选区带来一定的影响 就是我们不晓得到底 他会在哪区选 那那区他到底是 泛蓝或泛绿的人 投给柯文哲的这个 台湾民众党的候选人的票 比较多 那他会带来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一旦是这样进去的话 变成是说 候选人呢 可能不用过半 就可以当选 那区的分区地位 那就会带来选区 有很多的这个 以往的蓝绿对决 就是一旦谁过半 就可以当选 那就带来一个非常 不确定性的因素的变化 是 那你认为明年 柯文哲是不可能 出来参选总统的吗 应该没有到不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个几率 已经是大大的降低了 是 那如果说他真的 因为成立了 台湾民众党之后 他真的明年 想出来试一下水温 他真的出来选了的话 他有没有可能 突破崇尾选上 有可能吗 他都必须要去思考 事情是 他必须要思考的 有几个目标 一个事情是 他和郭台铭之间 到底有没有 谁要出来选 因为基本上 我们从现在民调来看起来 如果说 柯文哲真的就觉得说 我就是要这一次了 是 2024年 会不会又冒出一个 像韩国瑜其他人物 是 因为像是我们前面节目提到的 在2014年或2016年 总统大选或2017年2018年的时候 国民党那时候唯一的提名人 就是那时候 众望所归 基本上就只有一个人 就叫朱立伦 是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朱立伦在 这一次的这个初选里面呢 反而落在两个 弄出来的初选的人 候选的人 一个是郭台铭 一个是韩国瑜 嗯 那这个 郭台铭的这个绅士呢 甚至还比这个 朱立伦稳健的 这个绅士呢 还来得高 是 所以 朱立伦现在变成是说 他必须要蹲点 那不晓得他之后还可以再出来 应该就是像你说的 他的因为公职卸任了 他的曝光度就比较少了 是 造成这个结果吗 当然啦 朱立伦他能够这个 他之所以 会绅士变那么差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2016年 换柱的这个 浪潮 导致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绅士 也受到一定的打击 是 毕竟他当时也是这个党主席 嗯 那这个 柯文哲这一次 如果他这是一定要出来的话 那很明显的事情就是 刚刚我们前面回到 刚前面提到的事情就是 他必须要去和 郭台银阵营要协商 就是说 到底谁要出来 因为如果说是两边都出来 就变成是四个人的战争的话 是 那很明显的事情 那这就是直接保通蔡英文 嗯 因为这个 我们过去做的研究 里面看到的事情就是 基本上泛率选民的基本盘 比较稳固 就是 他们含累投票 或者他们这个 支持投票的这个 基本的铁盘底盘呢 比较硬 基本上来讲 都有三成多 将近四成的这个选票 那 在前面呢 就是分裂的情况之下呢 还有可能这个 吸到相关的选票 例如说这个 郭台银的话 他有可能吸到一些 泛率的选票 那柯文哲 有可能吸到一些泛蓝的选票 但是 所以说他们两个 如果说其中一个 吸到其中一个出来的话 他们有可能吸到 两边都吸到 是 那 那很明显的就是这一次呢 这个 所谓的高阶的这个 知识栏 或者是这个建制派的栏 或者是这个 军公教的 就是一些比较高阶级的这个 这个 来营的支持者呢 他们可能会支持郭台铭 或者是他们也不会 那么讨厌柯文哲 那他们现在没有办法 那么坚定的支持韩国语 那他们可能就会让 郭台铭或者是让柯文哲 有机会 是 那 但是他们如果说都出来的话 那很明显就是 他们就会分票 那分票的话 那就是必须要做相关的取舍 所以说 现在来讲就是 郭台铭和柯文哲 他们两边到底怎么样 协调的这个 这个步调 就为是很关键 那我想 柯文哲应邀出来的话 那 我想在他这一次呢 目前来讲 他也是面临到自己 生死的第一点 就是因为 我们前面没有提到事情 就是他 这个成立了台湾民众党 这个党民呢 被很多的这个独派 以及被很多的政治人员 认为他们在吃历史人物的豆腐 是 所以说我想 他要如何 就是扭转这样子的负面局面 然后这个 同时面临到这个 顶住两大党的夹击 那 要坚持要在这一次出来 而且同时呢 他还要这个 有相关的这个联署 我们前面提到的 要将近30万的联署 对 那我想 这么多难关 需要 需要他在2020这一次 他如果说要假装这样的话 那他有很多的难关需要去解决 是 我们相信柯文哲还有很多的问题 需要去解决 我们谢谢子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跟见解 在先前的节目中 我们就曾经有探讨过 选制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 2020是关键的一年 希望台湾真的能够选出 能真正听见人民的声音 最适合的总统与国会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 台湾站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